这是Springford Malespecic 就是春天1911均用版 等待半年以上了 就是今天拿到了 开箱视频 其实简简单单 你看 这个是专用的 后来我才理解到 美国的民用版反而很精细 专用版实际上是大采购量 价格便宜 你看 简简单单的 就两个弹架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个 自打菜 这个是很惊奇 但是等待也是等到了很久 一直没货 有货了我订了 订了一只呢 在这之前买了一个Glock 又等30天 重新背景调查 今天才拿到 漂亮是漂亮的 漂亮是漂亮 Mode 1911A 1.45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 中用版 先检查 按钻 按钻 像蓝漂亮 看 这是 黄牌木的 黄牌木的 它这里是双保险 这就是保险了吧 在你发射之前呢 你这个不压下去 扣这个没用 要同时把这个压下去 这个扣才有用 这种 没办法说 太漂亮 好 这个实际上 要温柔一点 地带它是这样 它这个 扣机很轻 相当的漂亮 等待已久啊 我买的这个商店呢 一共才来的古巴 我订了 订了那一天 第二天 就没了 每个的枪子 就这么简单 后来了解 民用的实际上 比 专用的更 精致一点 但是 我还是现在也不应该 简单 就说明书 听明书可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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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荐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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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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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贵,800多块钱 美元折合人民币那是有点钱 但是实际上对美国的这种 强制来说800多块钱其实是很便宜的 因为像德国的那个P308啊 二弹时机的那个枪 收藏盘那老枪都是三千至五千不等 像这个现在还能拿到1911尊用版 有一种是穿不锈钢的我不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黑的太漂亮了 真的相当忙是吧 这里是他们的logo 然后呢黄潭这是两个大炮啊 春天公司 这个公司生产这个1911的话 近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谢谢观看